這裡面當然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在發展半導體 第一個過去這20年 第一個他最重要大概放在中芯半導體 但是中芯到今天為止看起來 他不是很成功 所以這一次他也找了Corecam 去協助他 另外一個大概就清花紫光了 紫光的這一次 除了拉攏 Intel 加盟這個 瑞迪科跟展訊的這個私有化的 新的手機晶片的聯盟以外 我想他最近包括這個 這個威斯丁Digital的這個 這個參股15% 然後這次威斯丁Digital又去買了三Disc 後面大概一個是美光 他原來想要把美光買下來 但是美光我看有抗拒 那這個就變成說 這次又延續到 藍雅科的這個高期前 投效的這個紫光所以 現在看起來他在記憶體的這個佈局 D-RAN我看他也是 也有雄心壯志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這樣看就是說 在晶圓代工的這個方局這個部分 台積電原則上我認為 在三四年之內可能 這個優勢沒有問題 Package那個通測啊 這一次入月光跟細品之爭 現在他的長電了 去佈了這個新科金棚 大致 我看台灣還是領先的 但是你剛剛講的大概就是 在IC設計的 Design House那個上面 我們今年可以看到蓮花科已經開始感受到強大壓力 我看這個蓮花科的股價是 突然之間 是大幅度的下滑 這個下滑 非常明顯 他去年最高545塊 今年已經跌到227塊 而且你看到 大陸的這個真正的競爭 還沒有完全出來 是海獅看起來比較厲害 我們這個如果從蓮花科的股價 這個顯現這種弱勢啊 好像透露了很不尋常的訊息 怎麼評價這個蓮花科 社長我 我比較不會去評論股價 但是我們 比較negative 就是在蓮花科上面 其實 您剛剛講過 China這邊其實 Empire還沒有來 對 其實他們也會受到 同樣類似的狀況 就整個手機沒有成長 然後你什麼3G到4G也完成了 然後你 兩個call 4個call 6個call 8個call 10個call也幾乎要完成 我覺得Smartphone是整個Google的問題 對 然後 Qualcon受到impact 然後 開始 壓榨他下面的人 所以 而且有很多公司 他都做in-house的design AP Samsung 小米 然後 很多 很多 華為 他都會想 想要做自己的AP 因為 Qualcon跟這些公司 他過去賺太多錢 對 所以他們想要 Devive自己的AP 所以我覺得從 Smartphone的角度 問題是在這裡 當Smartphone成長5%的時候 每一家都想成長10% 就是大家 撒價競爭 所以 中國在 這個 Fibus這一方面 在Smartphone這一塊 其實也不會 拿到太多好處 他現在是因為有政府的 支付 有一些錢可以去 去丟R&D 但是到時候賣出來的東西 5塊錢 成本 可能4塊 Margin很少 其實也賺不到什麼大錢 現在就是說 中國這個基本的政策是 晶片自主 所以他每一家 其實 現在 聯花科開始有 壓力就是說 過去聯花科跟 大陸那個幾個 手機的業者 他們裡面 晶片是聯花科的 現在開始他們開始 用自己的晶片 那這個大家心理上開始有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 我們如果把這個 全世界現在的這個手機的 市占率或他的發展來講 Apple現在大概占了將近九成的利潤 對 再來大概就是Samsung 這兩家加起來 我算過 大概已經到106% 07% 這加起來 等於全世界 其實後面都是 都是麥拉式 中國這個現在的手機 這麼規模 已經非常大了 包括連小米在裡面 中興通訊 華為 聯想 這個 酷派 這個家業家這麼量這麼大 但是他 好像在全世界這個利潤的版圖 他占得很小 所以這種 中國在 發展手機產業 包括他自主晶片的 研發 未來到底會 會出現什麼樣新的模式 其實已經發生了 他們已經不靠手機賺錢 他們是透過整個 Ecosystem去賺錢 可能透過這些網路的 提供Service去賺錢 所以他們才能夠賣的 比較便宜 所以這一點還好 就是說你還是要付錢 去買這些component 那賺不賺錢是他們的事 因為他們可以從 其他部分 賣手機 虧10% 其他部分 整個賺回來 你是看不到的 因為他有兩三個 不同的不是model在run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還好 另外一個 只要你能夠推新的產品 是 另外 大概就能夠採用 我們大概注意到 Samsung的 也有同樣的現象 就是說 三星過去 這個通訊的 手機的部分 占他的 盈餘的比重 是最高的 最高大概六七成 那這兩年看起來 三星的手機 慢慢被Apple 超越了以後 他的利潤一直在降 降了以後 三星其實 回來發展半導體 所以包括Dram 包括Fungry 我看他都很努力在 在加持當中 三星如果他 把重心拉回到半導體 他未來在 在整個 半導體產業的競爭 對台積電的威脅 大不大 對 這分兩塊 他半導體有兩塊 一個是Memory 一個是 Dram Memory 包括Dram 一個是Fungry 我先講Memory的部分 今天Intel的Announcement 表示 Flash上面 5.5個幣 第一年再投資在Flash 在Flash SSD是未來的Driver 但是呢 這個從Intel的Competition Intel跟Micron competition 會很大 這第一個 第二個 China紫光 可能會 找 高總 剛才講的 高總去join紫光 我覺得他其實是要幫中國政府發展 Dram Industry 因為他沒辦法 Micron沒辦法Trust紫光 他需要中間有個中間人 過去Charles就是一個 一個代表 代表人物 所以他能夠有一個Trust 就是說我不會去偷你的東西 然後我可以去做這個JV 所以我們覺得他其實是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 Samsung在Memory上面會受到這兩方面的Competition 對 我們再講到 邏輯 邏輯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Comfort Interest 你不能跟客戶Complete 雖然這次Samsung拿到 Quocon跟Apple的單子 但是晶片門的事件 還有下個Generation 我說過台積電就會趕上來 其實我們聽到Samsung他自己 都認為說Apple 明年會使用台積電 majority會用台積電 所以他們會把Focus Focus在Quocon 其實我們聽到最新的資料 10奈米 Quocon會用 重新回到台積電 這個版圖 台積電跟Quocon也談了一個不錯的Deal 所以我們覺得未來在 邏輯上面Foundry的Development 他也會受到一些困難 其實我們 之前做過一些分析 Samsung每一年丟5個Billion進去 台積電丟8個Billion進去 但是Samsung機器用兩年就換新 對 所以他Deputation 還沒Deputation過 馬上又花新的 所以他每一年Cash Flow 5個Billion 他Generate回來的 可能就1 2個Billion 他是永遠都在Cash Outflow Cash Outflow的這個狀況就是 就是Cash一直流出的這個狀況 假如說你有一個很強的Smartphone 你有一個很強的Dram Memory 你還能夠Support 但是假如說你Smartphone也開始 那個Percentage Profit降低了 Memory也降低了 你這個部分的Strategy會改變 所以我們覺得可能台積電 再撐個一兩年 之後Samsung competition 就會慢慢Diminish 就是慢慢消失 消失 原則上來講我覺得 三星將來所面對的風險 也很大於台積電 因為完全同意 Fungry這個東西 他現在開始有點背脫力 手機 他也是被Apple壓得很慘 所以這個如果按照這樣下 還有他有個面板 面板也是中國的強項 那這個其實我看最近 京東方有點趕上來了 趕上來之後呢 原來三星跟LGD 是在全世界面板當中最強的 現在看起來他有對手 所以三星未來所面臨的挑戰 我相信絕對比台積電大的很多 那我想在未來這個 就是說整個半導力產業 剛剛我們一開始提到 大家都在講未來的需求 也就是說 今年因為 iPhone6 最大需求在去年 所有的換機都在去年 今年這個6s 就沒有去年那個6的 威力那麼大 原則上就是說 這個換機草可能會有 兩三年的這個時間 要消化 原來大家換了以後 才有新的 購買意望 那這當中就是說 大家就在講那個半導體的 新的應用 比方說 現在在物聯網 大家在想 他會不會創造一個更大的 在 半導體的應用能夠有更大的一個狂潮出來 那現在所有東西都在講Smart 其實 大家在講說像比方說 最近我看Nike和UA 他們都在講機能衣 也就是說 Smart Clothes 衣服上面可能以後每件衣服都有晶片 那這個應用可能 開始會有更大的這個需求 所以 我們在看就是說 今年整個半導體的成長稍微區返 後面有沒有辦法用新的應用 創造更大的需求 目前看起來 未來三年 沒有大的 沒有大的 未來三年之後我們看到是汽車 機器人產業 還有一些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東西跑出來 Virtual Reality 是短暫的 IoT 跟這Wilbo Application會很多 包括你穿在身上的這些東西 但是它的單價非常的低 量會很大 但是沒辦法 跟Smart Phone 這些PC這些大的 ASP來比 所以就變成說他沒辦法 轉眼半導體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未來半導體的成長會大概0到5%左右 未來三年到4年 下一個高成長 一定要靠Smart Car Smart Robot 這種東西 你只要灌上Smart 但是他要有meaningful的東西出來 目前看不到 看不到 我覺得未來整個半導體產業就是一個 一個 緩步上升的一個 一個 像Apple 大概是看Apple Watch 但是看起來 它還是小東西 對 Apple Watch的問題是在 Battery Light 不夠長 對 假如說它Battery Light 可以到5天的話 我覺得5天 你有50個Million 你現在只有個 一天兩天 大概就10到20個Million 它沒辦法把量拉到 三四百個Million 五六百個Million 它必須要 把它這部分 要再進步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 Power Consumption 用更Advanced 所以這部分還會持續走 但是 我覺得新產品還是會陸續有 目前看不到一個 Killerification 好